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花喵去吃饭 昨天我听说了一个非常沉重的消息 全国首家关张大吉的宜家就要在贵阳出现了 想到宜家的肉丸 冰淇淋 以及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我决定在他关门之前赶紧去见他最后一面 师傅问一下 他今天为什么不一夜 今天是徐大夫居调整 明天是开门的 他这边最后 什么时候关 下个月 这个月月底 那我们回来还能行呢 那行吧 好 谢谢 你们没有通知我们停止音音 你们没有通知我们今天 我们到了这儿我们不小心去哪儿 我们在门口找一下去哪儿 我又不是在这儿耍 你态度上得好一点 什么从上面看到我们也好我们走 你们啥意思吗 没想到落大一个宜家在他门口停 十分钟找找去吃什么东西他都不允许 难怪能开倒闭啊 哎 也不想再来了 算了 咱们回家包饺子吃饭 这是过年姐姐给的毛牛肉 我们把它拿出来包饺子 因为妈咪不吃牛肉 所以我拿点鹿绒菇出来 给她泡鹿绒菇和猪肉馅 包一个香菇猪肉饺子 应该挺好吃的吧 看我妈买的葱也太大了吧 我第一次在贵阳地区看到这么大葱 好了 看这是我爸做的 毛牛肉猪肉大葱馅的饺子 毛牛肉猪肉 这是我做的猪肉鹿绒菇饺子 回头让我妈尝一下哪个更好吃 来吧 包起来 这个面糊得好 好软 我爸这赶得太快了吧 起码得三个人一起包 妈 你快来帮忙 咱们的饺子蒸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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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葱的饺子 这是大葱的饺子 大葱毛牛肉 大葱毛牛肉 对对对对对 我妈已经把香菇都捡起来了 正在烙 因为那是我妈要吃的 她准备煎好的 现在在这里 你这样煎一下 都没煎糊 我刚才不过我已经有糊 不好煎 你这一口一个 好吃 很不错 我觉得这个蘸料和这个饺子很配 这是什么蘸料 就是放了点胡辣椒面吗 没有 有糖 有醋 有生抽 真的有 还有蒜 好吃 没有像你这样吃的 人家都要给大家看一下 饺子馅是什么呀 大葱的 这是由我调的馅 大家一致评定 今天最好吃的饺子 哈哈哈哈 你这个人太贼了 你先夸了叔叔调的馅 然后说这个是最好吃的 就是你比叔叔调的还要好吃 是 哦 那没有 太不谦虚了 这个好吃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鹿融菇比较香 他一咬下去 整个饺子都特别特别香 我妈刚跟我说 要求我们回来的时候再包一回 越吃就越少 我妈就会 那个黑色就是鹿融菇 有点脆脆的包在饺子里也是 超级香 特别香包在饺子里 真的很香 终于知道为什么东北人沉迷 用模糊包饺子了 我觉得这个比香菇香好多费 你刚才装的还要好吃 因为它是鲜的 好了吃完饭开心了吧 哎稍微好一点 今天真挺生气的 有三点 第一点 一家这么大一个店 说B店就B店 没有任何形式的通知 公众账号上也没有发通知 第二点 你过去发现B店以后 工作人员没有任何言语上的安慰 就是没有表示内疚啊或者是什么的 就请你走 第三点 我在那里看了一下手机 找找我一会要去哪 马上就有一个态度挺不好的 把人过来赶你 说是楼上的领导看到你停在这里 让你赶紧走 是 今天我不在你们家消费 所以我就得赶紧走 对吧 有这样的领导 难怪贵阳宜家会第一个关门 全国第一哦 你好棒棒 其实贵阳宜家呢 B店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有很多 比如说疫情的原因啊 然后 网络经济冲击实体经济啊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 但是我想说 冲着他这个服务态度 作为全国第一个关的 我觉得关的是挺棒的 而且我想说像我这样 十多年前在深圳 就已经是宜家会员的老客户了吧 算是 也想说 如果是这样的服务 我下次也不想再去宜家了 不管他的肉丸有多好吃 哇你好有骨气哦 唉真的有点神奇 嗯 好吧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欢迎关注我们 长按点赞会给我们更多鼓励 拜拜